其實他是有前因跟後面的 那前因我先講 因為那天我是質詢郭志輝 那郭志輝那天老實數上升 我問了他四個問題 他全部都成那個豆沙包吃了 我問他第一個問題 蔡英文非核家園 二十趴的綠能有沒有跳票 他考慮了一分半 真的一分半鐘 不是禁止畫面 他最後就說跳票了 然後第二後面 因為第一次被我說 你一分半才答第一個問題 那我已經被你浪費一分半了 那沒關係 我問他第二個問題 那是不是會火力大增 違反世界減碳的趨勢 他說對 是馬總統以前說這是對的 第二個又中嘛 第三我說那店家會不會漲 我說馬總統漲23% 蔡英文漲33% 哪一個政府漲得高 他說蔡英文漲得高 然後我就說 那想請問你 可以保證不會漲店家 他說我一個科學的專業態度 我不能做這個保證 就連打蔡英文三個耳光 到第四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真的他前面都打很慢 其實我就問缺點 問你重點來了 他就忍那個 邱瑩就忍不住 因為他知道被我連續 連續都是把他話 基本上都是打民進黨 他就一個插嘴說 你時間到時間到時間到 欸各位我們都在場做過立法委員 對不對 我們其實 玉石是很常有的事情 但玉石的時候 主席通常講 第一件事站起來 站起來看著你一下 對不對 然後呢 真的如果你玉石很多 他會開始講說時間到了 他不會像邱瑩瑩這樣 一直時間到時間到時間到 一直插進來打亂我的質詢 旁邊一堆前面一堆人都是玉石 而且講的比我還久啊 他沒插嘴嗎 他沒有插嘴啊 他沒有插嘴 他就在 通常都悠悠站起來嘛 你當主席 有時候悠悠站起來 然後看看大家對不對 他看看說好主席 讓我問完這個問題就下來 通常是這樣 因為你會尊重他質詢權 他明顯是衝著我來 衝著我來兩個原因啦 一個就是余怒未消 一個就是什麼 一個就是因為那個部長 太誠實了嘛 他怕他這樣講下去 露線了 就是太誠實 所以6月5號我質詢完 你看6月6號他就改口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下一個本來要問何能 但沒時間 當然回頭還是一件事情啊 我要講就是說 坦白講 我覺得我覺得邱瑩瑩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前面打耳光的事件 我到現在都還是無法理解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跟他有交情 因為我不是在跟他吵架 你知道嗎 你在直播 我在直播 而且我中間就算有在理論 我是在跟沈柏洋理論 他是突然從這邊側面 側面軍隊衝過來 趁我不防就一個耳光拔下去 打之前說你沒讓人打過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任在那邊 我又沒跟你在講話 沒跟你對話 那你幹嘛衝過來就打我 我最不可思議的是 他還站在那個座位後面 台子後面 他並沒有站在裡面 對這樣竟然也可以打人 我不是海警第一排 前面還有一個亂集團 他繞過亂集團打我 他針對你 然後打完更好笑是 他打完以後我就說 那我抱歉我只能告你 然後我問他說 如果想要告你怎麼辦 他說我要去驗傷 他打我我沒懷仇 他要驗傷 我就跟各位講 民進黨像這樣的 所謂的立法委員 多一點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自己好好想一想 好